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全世界都在抗疫防疫的期间呢 其实我们的中医就有分享喝这个纸书薄荷茶 其实中医认为呢 薄荷呢 它就是可以疏散风热 然后有利于这种这个酥干型气的作用 所以对于这种头痛啊 喉咙痛啊 牙齦痛啊 都可以用 然后最主要薄荷就是 它主要含的这种挥发油 还有它的黄酮类有基酸胺基酸 所以它是具有这种抗炎症痛的 还有抗病毒抗氧化的功能 所以呢 薄荷茶就有这种抗炎作用 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纸书呢 纸书呢就可以散寒啊 然后对于肺啊 化痰啊 然后对胃啊都有一些功效 所以呢 对脾胃啊这种都有帮助 所以纸书也是有抗菌抗病毒 直血振动的功能啊 在药理上就非常好用 纸书我在去年就做了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的纸书糖浆 这样纸书糖浆可以放很久 你放在冰箱冷藏可以放一段时间 甚至放上一整年都是OK的哦 只常备的 就是可以想泡茶可以做凉饮可以做热饮哦 今天大家用一大匙 一大匙多一点 然后我们加入 我今天想要喝热的哦 你看看非常美丽的哦 像红钻 红石榴般一样的美丽哦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纸书糖浆 其实呢看你要喝甜一点 淡一点都可以啊 然后你可以等这个整个水 这个热水呢 慢慢的凉了以后 你再来加这个薄荷 你也可以就这样子把它加进去 它就一样非常美丽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纸书薄荷茶 你也可以加新鲜的叶片进来哦 像这样子新鲜叶片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这样子也是很美妙 纸书呢它有的 你看刚长出来的像这个嫩叶呢 这个嫩叶呢就是绿绿的 然后它比较成熟了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红的哦 然后背面是红的哦 包括哦 好 这我们今天就分享我们的抗议茶 纸书薄荷茶 就看什么呀 比较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说